因為他整個玩法就是這樣的 3月22號,川普簽了那份備忘錄之後 跟著美國的貿易代表 遲些我們可能再講詳細一點 因為這個人就很神奇 接著貿易代表就要在15天之內 差不多到時間的15天 就要訂一份清單出來給公眾說 這60個Billion 具體包括什麼東西 因為川普簽的時候 只是一個很廣泛的高科技產品 什麼高科技而已 究竟我騰訊是不是高科技 所以這件事是要等3月22號加15日 貿易代表就要訂一份東西出來了 那幾天之後,復活節假期之後 對,很快就出來了 在訂完這份東西出來之後 就有60天,所謂的公眾諮詢 就問一下你,因為你訂了出來 大家才知道原來我的行業 在清單裡面還是清單以外 公眾就說表達意見 不行,我這行業很重要 對中國的投資什麼都好 那60天是大家討論的 所謂的公眾其實就不是給公眾的 就是給中美之間都討論的 那60天之後 特朗普又會再出來 就再簽一次他的名字了 我看那些網友非常好笑 你叫特朗普簽名了 他說特朗普簽名 就意味著美國老玩樂 為什麼呢? 你看他簽名 是不是好像心電圖呢? 走禮 那60天之後呢 他就會再簽一次名 簽完名之後就真正實施了 那天之後就開始收稅了 如果不如說 你這個小米華為 30%關稅 那就之後就收了 那所以呢 對於炒股票的人來說 就一定要記住這兩個日子 避開這些 你以為我之前說的話 我說還是等下三月份 等他定一點 因為我那時候的說法就是 三月份有兩樣東西 一個就是美國聯邦儲備局 就會再次議食 第二樣東西就是 我那時候說就是 debt ceiling的問題 但其實我講完之後 美國老人就簽了一份東西 就相當於是一個 相當於我們看病那些 本來就夠時間吃藥了 那時候有一支麻醉針 什麼東西打進去 那麻醉針就要九個月之後才失效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老人理論上 三月底就已經到達那個debt ceiling了 但是在國會上 他有權通過一個法案 就說 這九個月之內我們不看 華至破產都不看 所以一下通過這個法案之後 就從三月拖到年底十一月份 好像是如果沒有記錯 大概就是年底的時候 才會再討論這件事 總之由現在到年底 大家就安全了 華至是怎麼花錢 不用想這件事 所以我說的話 debt ceiling的疑慮就沒有了 第二呢 就因為多了這個 trade war 貿易戰 那這樣就令到 比如如果你是聯邦儲備局的局長 那你肯定看定一點 你想想我們以前傳統的說法 就是加不加會看兩樣東西 一個是inflation 一個是西月率 如果是打trade war 這件事會受影響的 那inflation一定是大升的 肯定是高的 因為中國的平價沒得買 就是了 所以所有的 因為inflation高了之後 它的供應需求還是高的 所以你的所有決定 都是要看定一點 就是剛才我所說的 15天 就是準備來緊這一日子 還有60天之後 究竟大家trade war是怎樣的玩法 這樣到時候他才會再決定 所以我之前的判斷呢 就是我之前的估計 就全部都是 已經可以當我沒說過了 因為trade war這件事更加新 更加大件事 就將它全部推渴 當然 結果是一樣的 而且更加強一點 股票大跌 結果是一樣的 不要緊 那晚跟我現在買支付寶 支付寶你也要小心一點 因為理論上 而在這種環境 最穩定的是持現金 還要在大銀行裡面持現金 細銀行也不太行 那中國的銀行都是大銀行 中國有細銀行的 中國的地方 廣州銀行也有 那些銀行你就不會 剛才說哪裏 trade war trade war 然後股市會更加大量 當然股市想 只是trade war 就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股市是綜合因素 其中有兩樣東西 都可能和trade war 有少少關係 但是關係不太大 因為你看到這一輪的股市大量 就是納斯達克為主 跟之前不一樣 之前 反而1月底2月初那次 是杜瓊斯大跌 納斯達克就跌少少 這次反而是納斯達克大跌 杜瓊斯大跌 杜瓊斯大跌 杜瓊斯大跌和杜瓊斯有什麼不同呢 杜瓊斯 一個是工業指數 是一個傳統行業 一個是新興產業 杜瓊斯大跌應該是新興產業 杜瓊斯大跌就是普通的工業指數 所有中國去美國上市的一些 以前的一批或這一生的一批都是去納斯達上市 杜瓊斯是一個指數 如果你的公司大多定規模 然後它就會將你納入這個指數裡面 但是你說工業那些 中國應該沒有這些公司 或是工業規模特多定程度 去納入杜瓊斯 在美國上市 先簡短30秒說一下為什麼會納斯達大跌 其中有兩個 不是兩個 三個 亞馬遜大跌 Facebook大跌 還有Tesla 我沒有看到 但是我猜應該都會大跌 就是同時 Facebook大跌就是第四 Facebook就是 Facebook應該就會快要倒閉 那我就不知道 反正它就 已經答應了美國國會 就會上去國會聽證 就是解釋當時 在美國大選的時候 跟那個叫做什麼 制公司 叫做什麼 Campage Analysis 叫做劍橋研究 還是什麼 這公司就出賣了所有用戶數據 就說 把那些用戶給了這間公司 那間公司就因應 他們的分析來 再訂一些新聞給Facebook的使用者 那這個就是 中國就可以隨便做 美國當然不行 中國也不可以隨便做 中國要怎樣 要聽聽話 中國現在不可以 就是因為這件事 搞到我們現在買不到數據 是嗎?有什麼關係? 我們之前想買 是跟通訊的數據 做數據合作的 就是把你啊 我啊這些 在微信上支付的行為 我們拿取下來 然後去分析它的 消費行為 吸引行為 現在被禁止了 不被禁止了 為什麼? 跟Facebook有什麼關係? 但是國家公司運行為 突然間就說 現在覺得你們有出賣用戶 安全的風險 然後會怕用戶會反彈 這段時間 用戶會反彈嗎? 現在最近不是很紅的 不是說什麼大數據殺熟嗎? 大概是這些東西 然後就說 我們國家是要 嚴禁出售用戶私隱數據的 所以可能 高信部一聽到這樣的情況之後 就叫停了 不可以做的 我們現在全部買不到數據 做不到數據加換 對中國的做生意 是不是有影響? 買不到數據 其實對於我們來講 沒什麼所謂 我們用回以前的土方 即是怎樣? 就是發問卷 這些先進的東西 我們就不可以用 所以現在大數據公司就在頭痕 我們繼續 講完剛才說 除了Facebook還有Tesla 因為我猜這個 其實應該不止Tesla 是對所有電動車 都是毀滅性的打擊 因為在美國 是不是美國? 總之有某個地方 發生一單車禍 車主已經死了 然後 那部車是燒到爛了 就說是因為電池 受到衝擊之後 就是 一個電池 如果你一炸炸成一個很小 它就會燃燒和爆炸 是的 那這個問題 只要電動車沒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那誰可以賣 撞車 嚴重一點影響電池 就像是 你一般汽車內燃機 你一般撞到 你一般撞到 你一般的內燃機都會爆炸 不是啊 因為汽車的事故 每天都在發生的 你不看Tesla 一部車撞成什麼樣子 好像炸都沒有 簡單來說 你一個人是沒有可以撞救的 我知道 但是如果你內燃機 你發生事故 你撞爆光 你一部車也會爆 不是啊 即是說同樣的撞車 同樣的嚴重性 有一百部電動車 同一百部內燃機 內燃機沒事的 但是電動車會爆炸 死的人是不是一樣 死的人的慘況 或者人數 或者嚴重程度 是不是有可比 如果大家是一樣的 都是這麼慘的 那沒有所謂 但是如果 反過來不是啊 電池死的慘很多 那你作為消費者 你就要考慮 作為國家安全標準制定 你只可以說 我同樣的撞擊程度 那我內燃機會不會死人 電動車會不會死人 那如果你說 同樣的撞擊程度 內燃機最多是變贏 沒事 不會爆炸 但是你電動車會爆炸的話 那它只能證明一點 就是你電動車的安全標準 是低於內燃機 那它不可以推 那一種情況 應該就是在歐盟 和北美 或者澳洲 中國不會的 不是 你說的是一個 政府的法律層面 但是我說的是 普通消費者 考慮買還是不買的層面 最初那個Model X 我都有想過買的 但是看完新聞之後 我發了截圖給你看 絕對想都不用想 因為首先 都趴開價錢 它貴多少倍 不說因為澳洲是沒有補貼的 哇 超妙的 是啊 是完全毀滅性的 它是撞頭還是撞尾 它有一個撞 而且重要 它不是撞去一些什麼 水泥 奇怪了 它整個車頭模棄了 是什麼回事呢 哦 它的電池組是在椅底的 是啊 Tesla 它全部都是整個底盤的電池 整個前面車頭模棄了 哇 那真的很慘 我猜它是股價 所以我沒有查過 一定是狂跌的 你要解決這個問題 你才可以重新在市場上立足 那不用解決 我一定解決不了 一定會爆 不用解決的 如果有新的電池技術 跟以前的電池完全不一樣 不過這就不是我想說 最主要我們說的吹窩 為什麼我都屬於有一點關係呢 因為有一種說法 或者是美國佬的桌面上公佈出來的東西 就是說希望中國可以在 有幾個行業可以放開 其中一個就是汽車產業 另一個就是金融行業 現在還有一個是 還有一個什麼鬼呢 事死不來 年紀大 哈哈哈哈 我知道 一直以後 每個期間都會有一點 會不會放開 你會放開 太大座